文章来源急目新闻 本来要反美的博士生孟非 却在美国机场被拒绝入境 并被快速遣返回国 那50个小时成了他终生难忘的噩梦 从北京飞往华盛顿 孟非在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9日落地 即被美国海关在机场扣下 接二次审查室俗称小黑屋8小时 又在禁闭室被扣留12小时 飞到洛杉矶等待转机 又被扣留5小时 然后被送回北京 这些暗黑时刻他记得无比清楚 重新坐在家里最喜欢的沙发角落 孟非很是恍惚 我怎么又回来了 反美时他刚于2023年11月27日 获得更新成功的一年 有效期F一流血迁 不成想被快速遣返 更严重的是 5年内被禁止入境美国 如果申诉不成功 孟非就无法在美国进行 2024年的博士学位答辩 而申诉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 他的生物学 实验等不起 更让孟非震惊的是 就在返回家乡的高铁上 他找到了近期在华盛顿渡勒斯国际机场 IAD与他有相同遭遇的6个男友 且均为女生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 另有两个女生 在国内机场直击时 就被通知撤迁 而无法登机 他们反复复盘 仍然找不到被遣返的原因 唯一确定的是他们的赴美留学梦要断了 小黑屋 抵达华盛顿渡勒斯国际机场4小时后 孟非被告知签证有问题 遣返回国 他不幸成为了机场当天唯一的被遣返受害者 孟非在小黑屋待了8个小时 得知被拒入境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他全款自付前返回中国的机票3700美元 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而他当天抵达美国的机票 才1000美元 审查孟非的官员 是一名叫艾克斯坦的女审察官 短发 没穿制服 同他一起审问和检查电子设备的 还有另一个名叫Prett的女审察官 金发 个子不高 也没有穿制服 其他几位难有遇到的审察官 也都是Prett 受害者同盟遭遇审查的重点问题包括 本科时是否获得过学校奖学金 是否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 CSC奖学金资助 有无参与保密研究等 孟非是本科奖学金获得者 没有涉及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项目 没有参与保密研究 在对笔录进行签字时 孟非被告知签字只是确认问话属实 却无法看到要签字内容的详情 直到签完字 他才得知自己不仅要被快速遣返 还背上了五年禁令 他对此气愤不已 作笔录时 海关审察官一直在诱导他 尽快接受遣返回国的决定 说只要回国重新办签证 就可以顺利入境 整个过程会很快 很容易 完全没有提到五年禁令 他没有选择 在身旁两个持枪和电棍的警察的注视下 他只能照做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赶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然后拿到手机跟外界取得联系 海关噩梦并未结束 八小时小黑屋等待之后 是让人倍感屈辱的搜身 接着就是十二小时的禁闭 海关人员说 要把我关在一个什么room里面 我记不得了 可能耳朵没让我听进去 大脑也没让我记住 他的随身行李 大衣 鞋子 毛衣 甚至咳嗽药 都不能带进去 房间内有行军床 沙发 小孩的书本玩具 没有门的卫生间和多个监控 但没有钟表 好在有电视 可以显示时间 在那个有点冷的单人间 孟飞只拿到三条床单过夜 他只睡了一个多小时 其前还多次惊醒 多亏有一部X战警电影 帮他打发了两个小时 其他时间 他都只是机械地按着遥控器 什么也看不进去 消磨着时间 等待登机回国 准备登机的时候 他才知道 只有落地北京 才能拿回自己的手机 而在这之前48个小时 他都没法向家人报平安 过了最难的关 洛杉矶机场的搜身 五小时扣留 就不算什么了 在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 孟飞惦记的是 如何能联系上家人 并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情况 幸亏iPad 在随身行李里没有被收走 他可以告知家人 自己回国的航班号 落地北京后 出入境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帮忙给孟飞的手机充电 记录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最后让他签字和按指纹 他终于可以发消息给家人了 同盟 在回家的高铁上 孟飞通过社交媒体联系上了 同样在杜勒斯国际机场 被遣返的一个女生 同样在2023年12月 被拒绝入境而遣返 同样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这些男友有一个微信群 其中六名女生 都是在杜勒斯国际机场被遣返的 这些女生的遭遇大同小异 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的魏娜和室友 是在2023年11月24日 被关小黑屋的 她在正式笔录期间 被问到一些敏感的问题 比如是否参过军 和教育部有无联系 是否获得国家的资助 尽管她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审查官仍然告知她 你的F1和B1B2签证不再有效 不被允许进入美国 我们会将你送返回中国最早的航班 你需要申请新的签证 才能重新入境 多次找审查官询问后 魏娜得到的回答是 其签证在入境前两天 就被美国驻华大使馆取消了 然而回国后 她多次联系美国驻华大使馆 得到的回复是 不是大使馆撤销的 而是美国海关的决定 因此 她怀疑海关审查官的说辞并不真实 而只是诱导她 接受遣返回国的话术 截至本文承告前 他们的受害者联盟 又多了两位难友 一位在同一机场被遣返 一位在国内直击前被撤迁 他们一共11人 所有这些让孟飞 有了探案的动力 她要通过受害者的共性 找到被快速遣返的原因 她创建了一个Excel文档 目前有十位难友 按照要求填了表 另有一位直接撤迁的难友 信息不详 结果发现 十人均为名校毕业生 涉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和电子科技大学等学校 国内所获学位的专业背景 包括生物科学 预防医学 统计学 材料物理化学 通信工程 德语和工商管理等 目前在美就读学校 包括耶鲁大学 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等 十人中有两个硕士生一年级 三个博士生一年级 两个博士生五年级 一个博士生六年级 还有一个博士后 和一个持工作签证的女生 八位被遣返的同学中 有四人本科时 曾获得过校级奖学金 一人获得 CSC奖学金 均没有参与保密研究 其中一人还被问及 为何会有俄罗斯的旅游签证 但海关没有告知任何一个人 被遣返的明确理由 他们不能理解的是 本科获得奖学金 难道不是学业优秀的证明吗 难道竟成为了赴美学习的障碍 孟非注意到 审查官重点审查了他的手机 他的电脑和行李均没有被仔细审查 但在后续问询中 审查官并没有提及 他的手机有任何问题或敏感信息 也没有对手机相关内容进行提问 基于目前已知被遣返的几人都是女生 他们猜测 美国海关的这些行动 是不是不仅有种族歧视 还涉及性别歧视 由于最近几起案例 都集中发生在近一个月之内 甚至由同一位海关官员经手 他们怀疑 这些美国海关审查官 是不是为了完成年终遣返指标 而匆忙赶攻 一个众所周知的背景是 2020年6月3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签署了第10043号行政令 以国家安全为名 禁止特定学生和学者 获得FJ签证 然而 这些奈有所涉及的学校和专业 均不在该行政令的范畴内 且大多无明显 10043号行政令设计的特征 一些迹象显示 该信令在最近几年内 扩大的影响范围 并仍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让多个同学更加不能接受的是 他们发现 笔录被有意或无意地篡改过 有个同学的笔录中 无故多了一段 涉及中国高端人才计划 以及去军工单位的描述 另一位同学的本科研究 是金砖五国中的南非 但笔录完全没有提及 反而强调 金砖五国中有俄罗斯和中国 前路 突遭变故 孟非临门一脚的博士学位 就这样黄了吗 在美国海关的时候 孟非对自己的未来 琢磨了无数种可能 要是有先见之明 她当初怎么也要等 拿到毕业证再回国 要是有更多准备 她可以申请撤回 这次美国入境申请 这样或许就不会拿到 五年入境禁令 但是八位被遣返的女生中 有七位对此完全不知情 直接拿到了五年禁令 海关只通知那位 最早被遣返的难友 撤回入境申请 并没有告知其他七位 有撤回入境申请的选择 能不能撤销 这个五年入境禁令 孟非求助了导师 学校国际生办公室 研究生工会 和中国驻美大使馆 虽然他们一直尝试帮助孟非 但尚未取得有效进展 耶鲁大学的一位华人教授 对孟非的遭遇非常关心 帮他求助了很多人 这位教授 是特朗普政府 中国行动计划的受害者 曾被暂时停止数月 孟非对他很是感激 因为他淋过雨 所以他也想给别人打把伞 按照计划 孟非现在本来应该是在实验室 专注补实验的 他需要补充一些实验 然后就开始撰写文章投稿 再之后就是毕业答辩 他现在需要跟导师沟通 看能否借助实验室同事的帮忙 来完成实验 之后进行线上答辩 这是一个他可以接受的结果 然后呢 或许他会去欧洲 找个博士后的机会 导师是欧洲人 也许还能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 另外两名国内登基前 就被撤签的耶鲁同学 已经在漫长的等待中 逐渐丧失了反美的信心 博士五年级的女生 在国内已经待了快半年 所以重新申请签证 然而一直没有见到签证状态更新 依旧焦虑地等待着 另外一个博士一年级女生 重新申请签证被拒签 无奈选择了退学 孟非正在求助律师 但前景并不明朗 毕竟律师从文件中也看不出来 海关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 遣返她的 很难针对性准备材料 等待时间也未知 耐友们希望能解除五年禁令 然而即使是他们所在的美国学校 去联络海关 也未得到任何有效回复 联络海关 详火